接下来还有一个小朋友很容易发生的 就是有关这个脏气便秘的 因为小朋友其实肚子看起来是鼓鼓的 都是蓬蓬的 可是你不知道他哪里在不舒服 有可能就是因为脏气了对不对 吴医师会怎么处理呢 首先一般会给小孩子吃很多 那我常说到底要吃多少才叫七分饱 那如果说用解剖的角度来讲 胃大概是一个拳头大 所以对小朋友来讲 吃两个拳头大的东西就已经够多了 可是往往这边吃那边吃那边吃 大家一起给他吃 接回来的时候发现他怎么吃不下就烦 然后又脏气 那绝大多数的脏气的话 我们中医就是分两个地方来血液按摩 一个是全身的血位 像我们会用那个内观血 以及就刚提到的竹山里血位 在这方面的话我们也可以按 那内观血的话事实上就是手 把它切六等份 我们有手肘横稳跟手腕横稳 大约缺六等份两个骨头中间 你就前后这样轻轻的剥揉 那如果以那个小baby来讲 大概就蛮靠近手腕的地方 轻轻的按摩就可以帮助 那两手都可以 那另外竹山里血就刚刚的图有提到 那原则上按到这两个都可以改善 那至于这边秀出来的图 事实上大家了解就是我们肠道的一个模式 一般脏器多半脏在周围的大肠 就是伸结肠横结肠跟降结肠为止 然后肚脊大约在这边 那很多人就是可以借有一些 比较良性的药膏或者精油 沿着就是随着伸结肠横结肠 降结肠去给它涂 就是帮它稍微按一下 那这如果说平常保养的话 就是说不要等到已经脏的时候 平常保养是也许它在洗完澡之后 因为那时候油脂洗掉一些 那你那个油就精油或良性的药膏 就薄薄的在上面又沿着这边 把它轻轻的按 那不要按大力 那如果说真的已经脏得很离谱 那大概就是只要油把它推过就好了 就不要真的这样按 因为这样按有时候反而会让它更难过 对啊 而且因为你宝宝不会讲话 你真的不知道它不舒服在哪里 你只是就是肚子很大 也不知道它到底是 你轻轻拍都觉得有懂懂的声音 对不对 那黄护理师的话 你抱过这么多小孩 在你小孩这个经手处理过 这些脏器你都会怎么处理 其实绝大多数就是小孩子 我们抱过来打开看 好像他肚子整个都是鼓鼓的 那感觉如果妈妈自己去敲 好像就会觉得有点像西瓜那个声音 所以其实几率是还蛮大的 可是因为这样子而会造成说 他真的不舒服疼痛 可能大概三成左右 那妈妈可能很容易在书上 或者是像刚刚这个图示 就是他可能就是用类似 顺时针的方法然后去按摩 那我们最主要就是希望他的气 然后精油生结肠 然后痕结肠 降结肠 然后之后从肛门气可以排出去 就是说所以呢 因为这样按其实刚刚我一直有讲 就有一些小朋友其实他肚子脏的时候 其实他不舒服 那我们的经验是如果你真的去按他 其实他就是整个一直哭 那你哭他就又吸进去太多的空气 所以我自己呢大概后来有两个就是 我觉得跟大人可以体会一下 就是说当我们自己肚子痛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能会握起来 对 这样缩起来 对 那你这样缩起来的时候 等于是你减少你肚子的张力 可是孩子不一定会缩 所以我们可以帮他就是 我们的手握在这个膝盖 那很轻松慢慢的把他往肚子这边压下去 哇 那你这样压下去的时候 他是用大腿去压他的肚子 所以那个力道是很稳定的 那你可能停个三秒五秒 可是当你压下去的时候 同时他的肛门也打开 所以他扑扑扑 哎 战 气就因为这样可能就排出来了 那或者是说如果你也发现 孩子好像不太喜欢这个姿势 或者是你可能刚刚做过了 那还有一个是 当你抱着的时候 其实孩子的肚子是贴在我们身上 那我们的手其实够大 就在他的臀部这里 就开始去按压 对 那这样子去揉的话 其实也会促进他的肠子的蠕动 那也会因为这样肚子又压着 所以他是很舒服的 然后你又这样轻轻的按摩 其实他有可能这样子 他就被你安抚 然后就睡着 那也顺便就是刺激肠蠕动 然后也排气了 所以脏气就可以缓解 没错 所以这个只要是 一些简单的动作啦 一些小方法 可能都会缓解baby很多的不舒服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怎么处理 因为这可能每天都在发生 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